比如说你想要知道到底花多少时间 有没有 因为你一个程式 快慢其实还是有 还是有 有需要调整的 比如说你怎么样让这个程式跑的比较快 那这个程式目前 我这边电脑里面跑1.38秒 然后呢总共执行次数是2万多次 大概都差不多几万次 1万多次 这是18万次 有没有 这个比较快 1300多次就出来了 那理论上 像这种小程式可能一点点都差别不大 不过如果说你今天 现在总像淘宝网 他连线次数都是几千万个的时候 那几千万个的时候 如果说每个人都差个0.001秒的话 其实对于那个 使用者的感觉就不一样 因为如果连线数多的话 其实效率就很重要 所以也需要微调 那如果你需要微调的话 看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数字变得更漂亮一些些 那我讲过嘛 比如四个角落一定都是什么 2468 那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四个数字先固定下来 然后再让其他数字加上去 因为这个速度应该会快很多 那可以快多少 我想这个部分各位可以思考看看 那当然是如果你已经做完的同学可以想 如果你假如没什么时间 如果你那个那个考证照部分还是优先 因为还是要先拿到证照 你们也才一天两天 那再来就考试了 其实没什么时间 所以现在还是暂时 除非说你已经对这个很有把握了 不然暂时你还是把题目先做完再说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下一个题目 下一题的话 数值过滤器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数值过滤器就是说 今天我传参数 那传参数的话 如果在DOS下面是这样子 就是 就是我打一个那个Java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我的class名称 然后后面空一格之后的话就传参数 中间就是用什么空白当成 空白当成是参数的间隔 他会去切字串 他会切切切 帮你切到一个阵列里面去 看有几个就切几个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里面 他会把数值的部分怎么样 加起来 把不是数值部分不用理会他 所以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我们丢进去给他是CSF 这个是字串 一个两个 这个是89 这个是数字 然后还有一个日期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参数 四个参数里面的话 总的多少 其实就89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数字 其他不会加 然后呢 非数值的有几个 一个两个三个 然后数值的话是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该怎么做 可以去判断 基本上这一题 主要是考你会不会用try catch 也就是说呢 exception 如果是有arrow的话 有没有 他会跳到exception catch到 对不对 然后呢 表示说 这个地方 我如果要转型的话 比如说我要转型 把它转成整数的时候 转 stuck 滚 保持